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今天台湾股市在这个平盘之上震荡 其实我在前天 昨天这个早上的时候 还有前天其实都已经跟大家预告了 我们讲什么 我们讲说台股 开始美股开始比较弱势 所以会联动到台股开始会比较弱势 所以今天我们要验证好不好 所以我们这个LINE跟TQ的讯息 真的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赶快加起来 好那我们先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中华汽车今天涨停板 中华汽车我们什么时候买 这是我们波段股 波段股什么时候买 三月份三月份就布局 到现在一直没卖出 现在获利波段获利多少 65.6 所以其实放了一阵子 但是这个获利我觉得大家应该还可以满意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在这个前一阵子涨上去之后 有出现回档 但是我一直没有买 我记得还有朋友问我们 就是跟他们说我们没有要卖的意思 为什么呢 我们节目上还有跟大家分享过 大家可以回去找一下 为什么不卖 那时候还跟大家讲说汽车股 虽然说都出现回档 但是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涨上去了之后 你看到103对不对 103这个地方有没有 在这个六月初的地方 六月初大家看一下 103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在卖出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其实大户没有走 只有那个地方在五月底的时候 有一些人稍微偷跑了 偷跑两万多张 但是重点是什么 在前面我们布局的时候 三四月份在更之前 更多的大量在前面 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大户卖出 那今天的新闻是什么 为什么涨停板 讲说MG新车 还有什么月产量要提高 所以造成说其实大家对他的后市还是非常的看好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股票也真的还蛮不错 整个走势在这边重新波动整理之后 今天又再度转强 你看到涨停板直接就攻涨停板 非常的强势 所以未来有没有机会再继续突破103 跟大家讲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我也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做操作 像这个找到低档盘整的个股 像我们已经获利65.6 各位朋友你不要说你去放定存 小竹所今天这个定存利率大概多少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两%而已 好低啊 一年放一年才一两% 我们在那边多少三月到现在嘛 现在到现在8月嘛 才几个月 半年就65% 还不到半年嘛 65% 所以我跟大家讲股市能不能赚钱 不要想说零股利啦 零股利有能赚到这个钱吗 赚不到 你要存多少 你要放多少年才能赚到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正确在股市中操作非常的重要 好 再来就是今天这个什么 今天又有新闻在讲说什么 讲说这个CCL又想要这个推升这个股价 然后那个是什么大摩嘛 李洋证券 就在一堆人又在讲了 台光店又在讲 看535 然后什么 汇丰证券也出来讲了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统一投顾 都一堆人出来又讲了 反正CCL都看好 好那我就觉得很烦啊 真的我觉得很烦 哪里烦 你看到这个新闻心情就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来乱的 搞不好他们其实都已经买好了 现在再喊一下可能就要出货了 台光店看535 这个 这个 台要看200 台要看最夸张看200 连帽看110 100看到110真的很好笑 这个统一投顾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连帽其实我没有买 所以我就觉得很烦 好不好 因为出来要讲 好他看他买 他说买100 然后卖110 对不对 我们回去看一下 100然后看到110 对不对 我没有乱讲 这图就是这样子 还有什么统一投顾 还有什么旗下金控 其他投顾 不管 100看到110 这个很好赚吗 赚这个钱 到底要买什么意思 根本没有 一个坡端都没吃到 对不对 好然后呢 刚才那个新闻也讲说什么 这个 我看这边有没有写 这边可能 我们这另外一张图才有 我们今天没放上来 讲说连帽是三个里面最烂的 但是问题是 好 问题是什么 台光店已经涨多少了 150几 150几 这边看到159 涨到哪里 462 已经涨多少了 已经涨300多块了 各位朋友 现在还要进去买 那难道他说 他说看到550 真的就倒550吗 我这个风险比较高 我必须提醒大家 然后呢 台药部分是什么 台药你看这个什么 也是一样很 你这边说 59.6 对不对 这边说 144.5 涨多少了 是不是已经涨很多了 这边虽然说怎么样 有点压缩 但是跟大家讲 台药比较不好 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 你看高档这个地方 这边的量也像一座山一样 全部就集中在这个高档 告诉你一件事情 上面很多人套牢 然后呢 今天虽然说有2万多张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股价反而下跌 你说2万多张买进来 能推升股价那还不错 重点股价还下跌 所以你要比较小心 还要看到200块 这个是有点可笑 台光电 台光电 台光电的部分呢 有没有机会 今天也是嘛 也是稍微推升之后 在这边做震荡 也是涨不太动 也是涨不太动 那为什么我们去买联帽 跟大家讲 其实下面盘整区有一年 有一年以上 所以这就是外面我一直在讲说 不要以为投信 这些投顾 其他这些金控的投顾 他们操盘很厉害 他没有 他们很外行 他们就看财报 看业绩看一看 看一下营收 有没有营收 那基本上这个整个这个动态 他们就不是很了解 要不然就是他们准备要出货 才会发这个报告发给你 请问一下大家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我今天要赚钱 我还特别发新闻稿 叫新闻去什么样 叫新闻去写一篇说 这张股票可以赚钱 大家来买 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小桌子有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哪有 对不对 不会嘛 不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通通是背后新闻 都有它的动机存在 那今天到这个地方 你看 新闻发完开始 三档股票全部都怎么样 有一些压回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烦的地方 但是我们是买的 30号买的 我们买了92 现在离成本 还有一点距离 还没有说很近 也没有很远 反正就是走了一小段之后 他们就发这个新闻稿出来 那就礼拜一再看看 但是我认为还有机会 这边就跟大家分享 好 然后再来是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前两天 我们都有跟大家分享 我们21号买对不对 买63块 买在这里 21号在这里 然后63在这里 好 今天出现什么高涨震荡 量有些放大 有些放大 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紧张 因为你买点可能买不对 你可能买昨天 你可能今天才买 然后那可能买点比较不对 你可能比较紧张 想说还会不会涨 昨天可能有些新闻 又出来讲说什么 看到比较好笑的讲说什么 有一个新闻讲说 高端这个赚不到钱 然后下一则新闻讲什么 讲说高端是贱卖他的权利 那到底是赚起来不赚钱 这听起来就很亮 完全是怎么样 不符合逻辑 而且是什么 而且是这个 基本上是同一家新闻写出来的 所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 那大家就去看看 那可能有影响到一些人的情绪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出现震荡 但是有跟大家讲 我们这个最近的这个上面 忘记写出来了 大概在80多块 接近90块的附近 那个位置如果过了 上面是什么 是万里无云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也认为可以再看一下 虽然说今天爆量 涨上去之后开始在这边震荡 看起来什么 绿色的K线看起来好恐怖 但问题是今天还是涨 今天涨1.7 没有涨很多没关系 但还是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持续来观察 我认为下个礼拜 非常关键 但是还是有机会 这边听我给大家做参考 好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最后跟大家讲的 伪创的部分 我们的AI股 前一阵子怎么样 大家还是讲AI股 对不对 每天都有人讲 昨天还有人讲 我也有看到 讲说这个AI股 昨天涨得非常高兴 昨天涨了 我说我怎么回答 又开始怎么样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突然又有消息出来 讲说拜登政府怎么样 讲说拜登政府要限制中东的这个晶片出口 然后怎么样 怕说这个晶片又流到中国手上去 所以开始整个AI股开始又回调了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其实我早就跟大家讲 AI股的这个大户 早就已经离场了 早就已经离场 图上非常的明显 我在这边有画箭头 画很多箭头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去看我上个礼拜节目 还有这个月所有的节目都在跟大家讲 AI股很多大户都已经离场了 资金在退热潮 有些人有些分析师就不相信 就偏偏每天都在告诉你这些事情 结果谁对 我相信大家看节目看久的朋友 一定都知道到底谁讲的对 老师一直跟你讲说 我不会去跟大户配合 我也不会怎么样跟你说一些不实际的 看到什么就讲什么 你看到这边什么 叫做什么 叫做蝶很强 对不对 这边反弹 这个礼拜都在反弹 你一二三四五都在反弹 反弹强不强 跌的比较强还反弹比较强 小猪猪你看得出来吗 跌的啊 对不对 很简单嘛 看得很简单对不对 跌的比较强嘛 那现在反弹这么弱 你想要突然反弹很弱 一下变成什么强掌 有这种逻辑存在吗 而且今天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量 量是跟前面来比 量也变小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千万要比较小心 好不好 广达也是啊 广达是比较好一点啊 广达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广达本身的走势就比 为什么伟创来的强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是怎么样 有突破高点吗 对不对 有突破这个七月份的高点吗 回去看一下伟创 有没有突破七月份的高点 没有伟创好弱 好不好 各位朋友 结果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 这边 网上突破之后 又突破一次吗 才开始回挡 这一样是什么跌强弹弱对不对 一样 现在 但是他下面有两个支撑 下面有两个支撑 所以还是比伟创强一点 但是 现在整体走势是不是会出现回挡 今天已经回了蛮深 今天跌5% 那伟创跌多少 6.84 快要7%了 所以到底谁强 是不是强弱 我跟大家分析的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照我的走势来走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真的要比较小心 好不好 那就是AI股跟大家讲 有可能继续回档 下个礼拜有可能继续回档 今天晚上如果这个 回答继续跌 那真的是不太滅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在市场上会操作的 真的分析师非常的少 那我们的操作是 都会跟大家讲 我们的逻辑是什么 而且我们是最专一的操盘手 所以要跟大家讲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不好 现在8月份也过了 现在进入到9月份 所以怎么样 赶快不要再浪费机会了 像中华这样子 几个月能够获利60几%股票 真的不多 告诉各位朋友 所以赶快把握机会 跟上我们一起做操作 小树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今天有观众朋友问说 2332的有训之后的走势 怎么看呢 成本价是买在22.35元 有训买在22.35元 我们来看一下有训 有训的部分 有训其实走势不错 这叫什么 涨强嘛对不对 然后呢 涨强跌弱 对跌弱 回弱也可以 反正他也不算跌 反正你看他几天 跌几天 这边就开始往上冲 但是冲不过 但是要跌也跌不下对不对 这边几天 123456790 反正很多天了 反正就跌不下 对不对 就在25块附近 今天跌到24.65 24.65 24.7 24.7 你说你在22块买 对不对 买位置还不错 位置还不错 那现在怎么样呢 还要注意什么 其实还好 他整个大量区域 都是下面一路往上推升 一路出量 你看到回挡这段时间 有没有量 量反而下降了 量下降了 到底说这个 假设这个热度 已经退潮了 然后没有人买进 没有人买进 这股价开始会大幅的回落 但是没有 而且怎么样 阻力没有出场 所以我认为还有机会再涨 所以这边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那现在涨到这边 是因为他有些去撞压力的部分 去撞到之前这个压力的部分 所以在这边地方会稍微震荡休息一下 都很合理好不好 那我认为整体走势不错 而且他是怎么样 一路下面这边波动之后 开始发动强攻的 所以有机会再继续再往上攻 但是就是需要一点可能震荡完 有一些不理智的人在这边 慢慢的这个可能我就不想等 我觉得涨不动卖掉了 等这批人结束了之后 在这边震荡完之后又会再往上涨 所以整体走势不错 这边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那最后跟大家讲 你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做留言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 那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早上在LINE跟TG上的这个消息 那TG跟LINE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赶快来加入好不好 那早上讲什么 讲说昨天早上已经跟大家报告过 美股出现无力 结果昨天晚上美股就开始全面回落 四大指数全部回落 台积电ADR是本来是怎么样 本来开小高后来又怎么样又跌了 所以跟大家讲 我们这走势都是有一些规律存在 今天晚上 还有公布什么飞龙救援数据 昨天PCE看起来不错 但是开高走低 但是今天晚上还有 所以大家持续 我会持续帮大家做关注 但是我认为可能 震荡回挡的机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我本来认为今天会直接往下去做回撤 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出现什么 开小高然后在这边一度要往上拉 但是震荡非常剧烈 实体怎么只有四点 这非常的非常的小 但是这高低幅度有100多点 那就告诉你现在要往上涨 阻力非常的 阻力非常大 现在往上涨 非常的耗力 非常的耗力 那我一直在讲 需要怎么样 现在涨已经涨不太动 需要怎么样 下来回来在那边做测试 在那边再继续再做震荡 继续做整理 才会比较有机会 再往上攻 那还需要时间 还没有那么快 好不好 到底什么时候 会整理完毕 我会跟你讲 大家一定要持续看我们的节目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在这段时间 虽然说在震荡 但是机会真的非常多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那我告诉大家 持续看我们的节目 我会提供给你 更多的这个消息跟讯息 那记得LINE跟TG一定要帮我们加入 那下个礼拜走势 我会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我们就下礼拜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